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课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语 也是何家荣 两千四百四十几 安妮急忙说道 只不过我父亲这几天强制我的房间里静养 一直不让我跟外界联系 直到今天再把手机还给我 那就好 林语点点头接着神色一脸急声问 对了 特情处那边怎么样了 你了解吗 林语知道经过了这么一闹 再加上德里克这个特情处的第一负责人死了 特情处势必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动荡 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动荡是大事小 特情处 电话那头安妮微微一睁 呢喃说道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几天我没听我父亲提起过特情处 但是他好像频繁地跟洛根 以及军防部那边见面 不知道是不是讨论有关特情处的事情呢 应该是 现如今德里克已死 特情处那边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交接 德里克已死 电话那头安妮突然有一些诧异地打断了林语 疑惑道 和 你说 德里克已经死了吗 听到他这话 林语也猛然一顿 没有回答 反问 不然呢 莫非 德里克没死 话音一落 林语心里咯噔一颤 陡然间浮现了一丝不详的预感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这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 我没听说德里克已经死了 电话那头安妮有一些不确定的指误道 昨天我听我父亲提起过他 只是说德里克受了重伤 半边脸都凹陷进去了 做了开颅手术 情况不太乐观 听着安妮的话 林语心头砰砰直跳 震惊不已 脸色忽明忽暗 只觉得血液 一个劲地往头上涌 如果真如安妮所言 也就是德里克暂时还没有死 这个消息对林语实在是太过意外了 以至于电话那头安妮接下来说什么 她都没听到 因为在她的认知当中 受她那一掌之后 德里克是绝对活不下来的 和 和 你还在听吗 直到电话那头安妮大声地呼唤 林语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她连忙压制住内心剧烈的波动 她急声冲着安妮问道 安妮 你确定你父亲跟你说的事实话吗 她突然想到 这是不是伍兹在故意撒谎 想通过安妮来欺骗她 让她以为军情处 德里克还没有死 电话那头安妮迟疑着说道 这个 我也不清楚 应该不能吧 她欺骗我做什么 丁 你现在在那 是在世界医疗工会总部吗 对 那德里克呢 也在那吗 好像也在这里 因为据说是我父亲亲自给他做的手术 安妮想了想十分肯定的回答 记得时间我父亲一直待在这 那她一定也在这 那太好了 你现在活动自由吗 可以进出房间吗 能不能亲自帮我去确认一下 德里克到底是否还活着 这个 我试试吧 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人看守 我确定能否接近她 不管怎么样都请你试试吧 因为这对我很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帮我拍张照片 好 我尽力 我现在就去 电话那头安妮应声道 让林雨等她电话 随后她便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林雨便陷入到了 焦急的等待当中 紧钻着手机在路边来回地走动 脑海中努力地回想起 米国基站的那一夜 当时她从人群中冲出去 略向德里克身后 接着出手的那一刻 她清楚地记得 自己那一掌发力的时候 受到了肩膀和其他特勤处成员的影响 掌心并没有实实在在地 触碰到德里克的面部 但还是凭借着隔空催花 类似气功功法 直接轰碎了德里克的面颊 而且击爆了德里克一颗眼珠 不过想清楚当时的画面后 林雨心头不由一沉呢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那一掌 本来是可以正中德里克面门中央的 但是因为受到影响 实际上那一掌是打偏了的 击中的是德里克的左脸颊 如果当时她那一掌角度偏大 只伤到德里克的左脸颊 而没有伤及大脑的话 那德里克确实有可能活下来 林雨的额头顿时布满了冷汗 脑袋嗡嗡作响 记忆突然模糊起来 一时间有一些记不清楚 当时自己那一掌的角度 到底骗得厉不厉害 林雨眉头紧簇 她紧闭着眼睛不停地回响 努力让自己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可是她越是努力回响 记忆反而越来越模糊 以至于她脸上的冷汗越来越盛 表情也越来越痛苦 先生 先生 此时旁边的百人图发现林雨不对 她急忙走上前去低声地询问 您怎么了 没事 林雨摇摇头深呼口气 见自己怎么努力也想不起来 索性便不再去想 只能寄希望安妮能够将事情打探清楚 你是不舒服吗 我们要不要先离开这儿啊 没事 牛大哥 如果我告诉你德里克没有死 你会是什么反应 没死 百人图向来不动声色地 眉眼间不由略过的一丝亚异 不过很快她恢复了面部表情 她冷声说道 很简单啊 找到机会再杀她一次 对于百人图而言 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不过了 没有杀成的人再杀一次就是了 林雨文言不由摇头苦笑叹息一声 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次如果杀不了她 再想杀她就难了 如果这一次德里克命大活过来 那她一定恨透了林雨 以后必然会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提防 再就是 这一次林雨击杀德里克有充分的理由 因为德里克想要她的命 但是纵然理由充分 林雨还是差点没能从米国活着回来 日后恐怕再难找到这种理由了 尤其是她若是军情处恢复了身份 便难以以个人名义保私仇 所以总而言之 日后再想杀她 绝对是难上加难了 过了不多时 林雨的手机便再次响起来 见是安妮打来的 林雨心中不有一颤 她怀着满腔的期待 小心翼翼地接了起来 安妮怎么样 见到德里克了吗 见到了 我刚才去了 她所在的病房 电话那头安妮压低了声音 我现在刚从住院楼里出来 这么说 你父亲并没有说谎 德里克确实在 世界医疗工会总部治疗 林雨的心沉了一下 不过此时 她已经没有刚才那般惊诧了 对 德里克确实还活着 安妮十分肯定地说道 我看了她的住院记录 她转到这边之后 是我父亲为她紧急做的手术 时间不超过两天 现在还处于毁命状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